歡迎大家收看 戰勝華爾街 我們要一起來戰勝股市 今天的節目 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引頸期盼 到底CBI會不會往下降 我們今天會花一點時間說明一下 接下來 還要跟大家講一些產業的個股 好 看電視節目的朋友 可以加入我的88168 VIP 我最近常跟加入我LINE的朋友 他們的股票的狀況 其實我都會跟他們做股動 我發現一件事 其實現在的投資朋友 這個斷離捨的速度 比我想像的還快 斷離捨就是停損股票的速度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你停損這個股票你賠幾成 有的跟我講三成 我遇到一個賠了四成他停損 他告訴我的理由是什麼 他覺得這個行情不能做 他覺得可能會打仗什麼的 什麼原因都有 當然有一些人他可能賠了三成 他說他不想再過這種日子 比比皆是 為什麼我特別在節目一開始 跟大家講這個 其實每次股價 每次股市落底的時候 我是說跌到很深的時候 大部分的投資者是選擇離開市場 什麼時候會回來 大漲的時候會回來 去年那個台股 7月份不是漲很多嗎 那個時候航運漲到200多塊 我自己的同學 我EMBA的同學他問我說 安東尼 安東尼爾 然後他就問我說 什麼股票可以買 聽說那兩張股票不錯 我那個同學是從來不買股票的 他是一個 就是他是非常保守的人 他那個時候問我買股票的時候 我就說 現在其實都漲滿多的 你還不要半年後再來看 那時候是7月 半年後是12月 後來他就沒有問我了 我想他可能自己跑去買 當然我最近也沒有問他 他的股票怎麼樣 我只是要跟大家 表達一個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都是在 真正買點出現的時候 離開市場 真正賣點出現的時候 進入市場 這就是散戶 所以我要你加我的LINE88168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你可以知道 到底買股票的盲點出在哪裡 你可以知道 你買股票的盲點出在哪裡 你加入不一定是你要加入會員 而是你加入這個LINE裡面 我會跟你講 你的股票狀況是什麼 我還不敢講是問題 你的操作的邏輯跟思維 會影響到你在股市裡面的獲利跟 損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現在馬上加入我的LINE 88168 VIP 好 小摩最近又出來講話了 戴好頭盔 如果9月份的CPI CPI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如果高於8.3的話 美股恐怕跌5% 好 都是小摩的新聞 看來這次他們外資輪到小摩出來講話 輪到小摩出來講話 好 我覺得他們這個圈子裡面 就是 就是會有一個人出來扮演壞人 就是看空的 你想想看 如果美股跌5% 親愛的投資朋友 美股跌5% 你覺得裡面最大的投資人是誰 不就是法人嗎 法人 如果跌5%他們受得了嗎 我跟你講 不要說現在跌5% 這個消息他也不會跟你講 各位這個是一種所謂的什麼 就是每個人投資人的心理 你知道他會跌的時候 你不會跟別人講 特別是你部位超級多的時候 各位 每個外資圈裡面的投資部位 動輒的百億千億的 他跟你講會跌 然後他自己不先跑 各位這個邏輯不是很簡單 可是每次看到新聞的時候 跑的人都是誰 都是散戶 都是散戶 我今天看了一下 這個外資跟投信 投信基本上是一直買超台股的 我的眼睛應該是沒看錯 投信一直買超台股 現在投資朋友 你知道投信為什麼一直買嗎 當然你可能會說 阿貝歐他不得不買的原因 他一定要買 他不買不行 因為可能有人買基金他要買 那我就想問你 現在誰買基金 那到底為什麼投信要買 那外資是一直在賣 外資你大概可以解釋說 因為這個美元升值 如果升息的話 美元升值 他當然要把它什麼 換成這個美金這樣 這也合理 匯率的變動一定會影響到 他的投資的績效 好 那話又說回來了 如果美元強到一定程度 不再強了 那他要不要回來買台股 各位你覺得是去年的 這27.5比較強了 還是現在的31 32比較強 什麼時候是高點 如果說有一天美元不再強的時候 這些資金是不是回來買台股 從27.5走到31 32 走了一段路上去了 各位你覺得 接下來他比較有可能 往哪個方向走 這個是我讓大家自己 可以去思考的一點 消費者物價指數 大家可以看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其實在最近來講 的確我們的物價其實是 漲滿多的 這個漲多的原因 最主要不是來自於所謂的 我認為 至少我認為是這樣 這個不是消費方 所造成的通膨 這個是從供給方 從供應的這個角度 去產生這樣的通膨 每次看到通膨的時候 高漲的時候 一開始可能 美國聯準會 他也是市場派的 講到這個我會想念他們 聯準會其實這一次的動作 真的是超乎我的想像 明明就有同膨 去年又說沒有 然後現在漲上 要拼命的升息 你不覺得趕鴨子上架 這個動作真的是有點醜 好 話說回來就是 你看到物價往上漲的時候 他可能會升息 你心裡就產生恐慌 各位 每一次恐慌發生的時候 不就是買點嗎 我們看一下 這個恐慌指數VIX 這是恐慌指數VIX 最高點是在2020年的時候 3月20號的那個時候 66.04 那個時間點的恐慌是非常高的 因為有史以來 第一次發生疫情 我把畫面稍微往上移一下 大家看得到 他一直往上走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最恐慌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那個時候巴菲特 說他從來沒有看過美股熔斷 後來這件事情 熔斷了好幾次 他還看了好幾次 各位那個時間點 請問是賣點還是買點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我們看一下加減指數 2020年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出現 那個時候大家恐慌的鑰匙 全世界的人都跟你講說 現金為王Cash is king Cash is king 跟你講現金為王 你就一直賣賣賣到最低點 台股 我跟大家講人是這樣 跌到1萬點的時候 你說會看到8000 跌到8000的時候 你會看到6000 每個人說話都是這樣 到8523 跌到低點 然後各位 這段時間是多久的事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跌完了 跌完之後再回來 大概快兩個月 兩個月回到原點 等到那個時候 我再回來看的時候 千金難買早知道 找到那個時候 我就拼命去買台積電的 250幾塊 開玩笑又不是沒錢 那買個10張 250萬 可是你當時候真的敢買嗎 各位投資朋友 再來一次你真的敢買嗎 那一天台積電是直接這樣 往下掉 然後掉下去的時候 不... 快跌停了 你敢買嗎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種歷史再重來幾次都是一樣 因為你沒有辦法 戰勝你人心的恐懼 你沒有辦法戰勝你人心的恐懼 我現在我認為 我認為一件事情 大盤跌到1萬3以下 我不覺得這個地方 你去找一個價值的股票來買 有什麼不對 我說的是真的 難不成你希望在1萬8000的時候 去找存股嗎 那個時候不是很多人說存股 這個地方你找存股有什麼用 都跌下來了 你在這個地方開始找存股 有沒有意義 有啊 你最起碼比1萬8000 存股的人便宜對不對 我這樣講沒有錯 所以現階段 不是你該悲觀的時候 現階段是你該起來 工作的時候 工作什麼 你要找股票 研究好的股票 他可以走長線 我再舉第二個例子 當他讀書的時候應該 我不知道有沒有遇過 被盪掉的同學 他盪掉然後留級 他好像高中的時候才會 我有個同學就是這樣 他被留級 因為他缺課太多了 他被留級 各位請問一下 你同學留級 再讀一年 你會陪著他留級嗎 那一般人正常想說 當然不會 老師問這個問題這麼好笑 那就對了 弱勢股往下跌 你覺得強勢股跟著 一直往下整理嗎 不會 因為彼此的產業不同 現階段來講 可能在半導體 或者是IC設計這個族群當中 只要是跟這個 所謂禁令有關的 他都會受到影響 只要跟禁令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要跌呢 就好像我剛剛問你那個問題 你明明就已經升到二年級 升到三年級了 你為什麼還要跟著 你同學去留級 因為感情比較好 當然不是 這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你今天看到 今天大盤跌成這樣的時候 你信心全無的時候 你沒有想過那些股票 長線價值成長的股票 難道不就是買點嗎 他就是買點 你看每次 每次這個VIX上來的時候 幾乎都是買點 除了去年那個五月份不算 因為五月份其實VIX沒有漲 因為是台灣的疫情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比較恐慌 其實其他的所謂的VIX 只要高漲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買點 每次都是這樣 而且VIX上去一定會下來 一定會下來 我跟大家講一定會下來 所以這個要告訴我們是什麼 你在大家恐慌的時候買股票 絕對是正確的 這不是只有我這樣講 包括全世界所有的投資大師都跟你講 像巴菲特都講過 當別人恐慌的時候 就是我貪婪的時候 那我現在不是應該要貪婪嗎 怎麼不開始恐懼呢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 我認為不同的產業 它的成長性是跟可能受難的這些產業是不同 我們看一下全球電動車的產值 複合成長率是21.7 這是今年最新的一個 一個研教機構的這個所謂調查 複合年成長率是21 等於是說我今年到明年是成長21.7 我明年到後年是成長21.7 我未來的10年當中 不到10年8年當中 每年的成長的成長率都是21.7 這個產值成長成這樣 如果是股票每年漲21% 成長4.8倍 各位是產值 你請問個別公司的股票 有沒有機會在裡面受賄 個別公司的營運 有沒有機會在裡面受賄 你不能看到Tesla跌 你就認為說電動車都死了 各位Tesla跌 可能它的Market被削掉 它的市場被分死掉 一定是這樣的 你今天開了一間早餐店非常好吃 生意爆棚 爆好 你相不相信過沒幾天 隔壁街又開了一天早餐店 可能跟你做的是差不多的 為什麼 就是這樣 大家看你生意好 大家就會想要去跟進 電動車不就是這樣嗎 全世界的車廠 哪一個車廠能夠接受Tesla 一隻獨秀 一個人吃全部 不可能 沒有一個CEO會接受這種事情 一定會想說 那我們趕快超越他什麼的 所以它整個產值如果成長的話 請問一下各個 我是不是有機會表現 電動車電池金屬搶手 這個是最近的新聞 這個是通用 GM 美國的通用汽車 他們投資高達6900萬美元 他們要取得 這一個金屬公司的股權 股權 他們要確保的是什麼 確保我的上游價格是可以被控制 被我所控制住的 不要說被人家坐地起價 因為你要坐電池 基本上包括你坐電動車的人 你都要去思考說 萬一你的電池商跟你漲價怎麼辦 萬一你的電池商跟你 坐地起價怎麼辦 特別是如果真的物價往上漲 它得漲 你得接受 你要賣車 你不可能沒有電池 好 我電動車給你 但是沒有電池 電池你要自己買 不可能這樣 好 這個就是為什麼立凱 立凱這一天是我們公開 在週報分享 上中市我這一天就講了 所以他從這邊開始漲 開始漲 我算這個價格是 算中市這一天的開盤價 往上走 56.3到7 一張價差13700元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月當中 台股不是跌得稀里花啦嗎 那我公開分享的股票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它為什麼會一直漲 你看這個糕點 跟這個糕點75塊是一樣 它幾乎把前面的黑K 全部吃掉了 所以這不就印證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嗎 你下跌不買股票 你什麼時候買 難不成漲到這邊 老師立凱可以買嗎 70幾塊你問我 老師立凱可以買嗎 這不就跟之前那個 建基大漲的時候 老師建基可以買嗎 那為什麼三十幾塊你們看 不是同樣的意思嗎 我們先進入廣告 待會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再回來看電動車的立凱 立凱我們從這個週報公開分享之後 然後開始隔天中市也開始跟大家講 一路從五六三到七十 其實我週報分享這一天 大概價格收盤在五十五塊附近 所以我這邊畫了一個線 這個線以下就是我們會員買的時候 我們也是下跌的時候買 我們說真的 跌的時候買大家都啪啪啪 但漲上去的時候 看到開心得不得了 好 這是立凱的部分 昨天我跟大家講到說安控晶片股 昨天它也是修正 我是說真的 這個盤勢當然會影響到 可是今天就翻紅大漲了 馬上就漲回去了 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我之前就跟大家講過 美國禁中國安控收回股 基本上這件事情是 已經是沒有辦法改變 就是說你禁止這個事情 比如說禁止中國的安控 短時間不會改變 除非你們之後有什麼 美國跟中國有什麼談判的內容 這個在鏈當別論 我認為短時間不太可能 這種東西沒有變 沒有變它的產業趨勢就沒有變 未來如果說我今天 可能整個亞洲地區 包括先進國家 他們要去買這個安控系統的時候 你得找台廠 那不知道你找誰 這個事情跟你 美國禁止中國晶片沒有關係 因為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安控這一塊 我找你做 你說其他廠去做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那要不要時間 你RD設計要時間 最少都要半年 然後認證 對不對 設計認證到真的出貨 最少到一年後 他現在馬上就有現成的產品 他就開始出貨 而且這個 安控晶片現在是結合網通 就是我那裡面 可能還包括什麼網通的一些 一些相關的一些設計 我可以傳回到我們這個 所謂中央的監控室 現在都是這樣 他不是只有說 就一個晶片在那邊監控 他有個網通加在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你已經有了 剛好這個題材出現 你往那個方向走 營收自然會成長 所以為什麼昨天大點 你看今天是不是又翻紅大漲上 這個題材是有跟大家講的 他沒改變過 只是我之前跟大家講個彈數 我什麼時候會開牌 有個彈數跟大家講 我剛剛 我剛剛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券商的朋友傳給我的 他說謝謝外資 外資在喊進台股 喊進全職股 然後裡面JP摩根小摩 那個說會爆跌股趴那個 現在公開在講 他買進我們的台股 電子股半導體的股票 其中一檔 比較稍微不能講股民 還有IC設計 看了一下IC設計 半導體 記憶體 大摩小摩 我跟大家講 摩根大通喊進兩檔電子股 現在投資朋友 我抓的產業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就是看好 所以立凱就一直長 今天休息沒關係 今天休息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時候買的 這邊休息跟我有什麼關係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飛機在起飛的時候 都會遇到什麼 對流程會震盪震盪 到平流程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舒服多了 我是說真的 舒服多了 你說老師 你買到這邊 就每次都一定贏嗎 你做好停損點就好 現在投資朋友 我不是那種所謂 每天都會漲的 我不是每次都會漲 我一定會有一個停損 你今天停損點設好 5%到10%停損點設好 但是如果這支股票上去的時候 你的獲利是三成四成 甚至到像建基都快一倍 哪個人投資不停損的 你跟我講 哪個老師每天都漲停的 你要跟我講 每天都漲停他自己做就好 我這樣講合理嗎 我想大家心裡面應該也是這樣想 每天都漲停你自己做就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在做股票的時候 你在一開始的時候你布局 他一定會震盪 我問你這個跌的時候 人心會不會恐慌會嗎 所以你要的是什麼 一個專業的老師帶著你買什麼 買好的產業 買好的股票 就像立凱就是這樣 這邊黑黑跌下來 我都問他整理很久 沒問題 起漲之前他可以來一個什麼 來個回馬槍然後再上去 股票不都這樣嗎 這天是不是也震盪 所以你看我節目去買對不對 你可能這一天都被騙出去了 然後結果這邊 這個長黑上影線 這個是出貨 結果就繼續往上走 各位你如果是買在這邊的人 你會擔心這邊的震盪嗎 不會 你完全不用擔心 所以重點是 你今天要買什麼個股 比如說我們先前操作過的什麼 像我們先前操作過的合一 4743合一 有沒有 這邊 這是周線圖 我在中市講的時候是這裡 講上去之後這邊就開始震盪 你這邊去買的人辛苦 你這邊去買的人辛苦 雖然他 可能他題材是長線的 但是你既然去買 你很難賺到錢 甚至盤勢不好你就被洗出去了 那你要這個地方買還是這個地方買 除非有人帶你買 除非有人帶你 所以我們話說回來 他不就是一個例證嗎 活生生的例證 他跌下去 然後你看今天早盤還開 開小高殺下來 然後收上去 不是每支股票都是這樣嗎 各位什麼時候買 你跟我講你看到這個圖 老師這邊買 不要這邊買 你都會講 但跌的時候這邊你敢買嗎 我說真的 跌的時候你敢買嗎 大家懂我意思嗎 他產業沒有改變 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講的 我昨天在節目上有講這件事情 我說安空經免股 基本上這個產業沒有改變 不用擔心什麼的 我不只講給你聽 也講給我的會員聽 我是說真的 今天不就要上來漲了 可是我跟大家講 選股就是什麼 你的產業對了 選到最好的 像那個JP Morgan選那兩支電磁股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他們不是那種 已經正準備起漲 他們已經是高原期 然後震盪震盪 然後下來 他可能是買那個跌生 我看是這樣 兩檔電磁股 如果你想知道他們買什麼的 你也可以加我的來 我可以跟你說 只是說我覺得你知道之後 你也不見得知道怎麼去買 而且甚至你看到之後 就覺得說 這些Y之後 講的跟做的都不一樣 可能只會這樣想而已 好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 我認為落底即將完成 落底即將完成 我們來看字卡 我為什麼會認為它即將要完成 第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過的 VIX其實在相對比較高的位置 第二個是什麼 我覺得產業的變化 只要你抓對電動車 電動車 然後晶片禁令的受惠股 我覺得這兩個題材不會錯 跌下來只是讓你買而已 而且我說真的 不跌你怎麼上車 今天盤不跌你怎麼上車 就是跌的時候才好買 對不對 所以把握機會 電子小標股 相信我 展給你看 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介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